近期中国香港局势引发关注 香港一些激进示威者 冲进立法会大楼 围堵香港中联办大楼 乌损国徽 在香港元朗和香港岛等地 举行非法游行集会 做出系列暴力行径 7月29号下午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请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新闻发言人杨光徐璐颖 介绍对香港当前局势的立场和看法 并答记者问 有记者提出 现在香港社会有人鼓吹暴力 主张违法答义 对此发言人杨光表示 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是任何一个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中央政府坚定地支持香港警方 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 依法惩治暴力违法行为 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责任 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保障市民人身和财产安全 任何主张 无论自认为它的目标有多么崇高 都不能以违法的方式来进行 更不能诉诸暴力 暴力就是暴力 违法就是违法 其性质不会因为它标榜了什么目标 而有所改变 我们注意到近期香港社会各界 多次发起守护香港的大型集会 呼吁维护法治 反对暴力 这代表了香港社会真正的主流民意 会上有记者问 很多香港人担心一国两制形同虚设 更多是一国而不允许两制 对此杨光表示 一国两制中 一国是根 根深才能叶茂 一国是本 本故才能知荣 在港澳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始终要强调三条底线不能触碰 这三条底线就是 绝对不能允许 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行为 绝对不能允许 挑战中央权力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绝对不能允许 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 这是三条红线 不可触碰 在回应如何看待西方国家 在香港修理风波中所扮演的角色时 杨光表示 西方一些不负责任的人 发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 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这些人对暴力违法犯罪 给予同情 对警方克尽职守 维护治安和法治的行为 给予指责的逻辑 是荒谬的滑稽的 西方搞乱香港 遏制中国的图谋 无法得逞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容不得任何外国横加干涉 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 频频的在这一段时间里 说三道四 品头论诫 甚至给一些人撑腰打气 我想他们的用心 说穿了 无非是想把香港搞乱 把香港变成中国的一个麻烦 进而牵制或者遏制中国的发展 我想这个图谋 是无法得逞的